当各自守候在暴雨的冲楼 看我撞碎的肩膀伸着羞 你的心 我的心突然淋湿了天空 后来我好像也终于明白 孤独的山顶才辗转领袖 你给了我机会 给我机会 从我是四汗尾 我抱紧你 回忆倒许 我在另一个世界 那个时间和地点 风暴呼啸后的停歇 你无终失去了知觉 你依然在我身边 我努力抵抗一切 你安静被我笑的脸 另一个世界 我在另一个世界 那个时间和地点 风暴呼啸后的停歇 你无终失去知觉 你依然在我身边 我努力抵抗一切 你安静被我笑的脸 另一个世界 从我在另一个世界 那个时间和地点 风暴呼啸后停歇 你无终失去知觉 你依然在我身边 我努力抵抗一切 你安静被我笑的脸 另一个世界 小心点儿 慢点儿 什么人 抓住他 走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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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 走 走 快 我说你进来的时候 能不能敲一下门 你没有手吗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让大伙冒着生命危险 替你弄来这玩意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谁让你看的 你说保险归了 有重要的东西 我自然要打开 看看是什么 拿了 你给我说清楚 这么个破玩意儿 你让我们去冒险 到底是为什么 那你也得先给我 我才能跟你说清楚呀 你不信你自己看 我已经看过了 不过是青帮行贿的 一些账目 你认为凭这个 就能对付青帮吗 谁说是用来对付青帮的 我这是对付 被贿赂的那些人 别碰我 吴谱 郡王明尔查哈 郡王明庆 公部尚书内大臣赴祥 吏部侍郎大学士徐长宝 这是 这些都是你舅舅想对付的人 搜集这些人的罪证 是我上任火街道的第一项任务 而上面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替你舅舅实现他的目的 爷爷 最近出事的几位大人 可都在咱们的账本上 有名有信地记着 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的账本丢失 是不是朝里有人要对付咱们哪 老徐呀老徐 你还是没有看到 哲聿帮摄政王做事 自然要拿下老人换上新人 这个时候总归需要有一些借口 那接受我们的贿赂 就是他们的借口 所以他们要对付的是收钱的人 而不是送钱的人 您的意思是我们不用担心 那个账本落在外面总归是个麻烦 找个机会把它拿回来 我派人把它抢回来 这个崇利明还是当朋友的好 所以您才让崇利明去拿这个账本 本来啊 我是想让这小子查这几个人的罪证 没想到他竟查到了青帮队他们的贿赂 倒是很聪明啊 可是与青帮勾结 行贿受贿都只是小罪而已 想要把他们连根拔起 恐怕很难 只要能查到罪证就成 崇利明就算是立了功 我们的速度应该快一些 万不可耽搁 哪怕冒一些风险得罪一批人 也是值得的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崇利明最近在忙些什么 他这几日都没有在沈济英公馆 对他要多加留心 观察他到底在外边忙些什么 是 嗯 就是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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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请问董家傲怎么走 董家傲 翻过这座山就是了 还要翻座山 不过没想到 啊 离京城不远的地方 竟然还有如此美景 这是什么花 这叫凤灵花 凤灵花 凤灵花之名啊 最早出自山海经 这相传远古凤凰一族 和竹龙一族争斗 最后那凤凰一族 败起来以后 被驱逐到这个地方 化作了灵花 要说这个凤灵花 还真神奇 它只能生活在 这片山坳里 一旦移植出去啊 无论怎么小心呵护 这几天之内 必定死亡 挺神奇的 这花美啊 你更香甜 来 来 来 小伙子 尝尝 怎么样 行 这味道还真不错 谢了 花美丽甜 到花节时节呀 却能要人命的 是什么意思啊 这凤灵花可不一般 栽种它的土壤 每一年都要经过焚烧 净土重新播种 这来一年呀 这花才能开得茂盛 蜜才能产得更多更好 可一旦这些花焚烧起来 那产生的香味啊 会令人头晕目眩 神志不清 更有甚者 会令人丧志而亡 这么吓人 听得有点意思 好 好看 您慢走啊 今天连二亲自上门 就是给几位爷赔个不是 我说连爷 您这是不是赔得也太大张旗鼓了 直接往神机营搬东西啊 这京城谁不知道 这神机营就是贝勒爷的地界 小的送点东西 谁还敢说什么呀 好 早就听闻贝勒爷 和您几位小爷 都是西洋留学回来的高材生 想必喜欢的东西 都是些西洋玩意儿 我呢 就亲自淘了些上好的洋酒 特意来孝敬您 您这也太客气了吧 里边请 油 好 法国香槟摊了你这 这玩意儿可不好弄啊 只要是您喜欢 以后每个月我都给您送 行 那这酒我就收下了 辛苦了爷爷 那我就不送了 别呀 您这可就是拿我开斗了 我怎么拿你开斗了 这东西您收了 人我还没见呢 您要见谁呀 贝勒爷呀 您倒是早说呀 现在说也不晚吧 他不在 那也不打紧 有件事啊 我跟您说那也是一样的 什么事啊 小事还行 这大事 我可不好办 小事 绝对是个小事 您呢 举手之劳就能办得了 田一 就冲这价钱 我看这事可不行 不不不 真是个小事 你说收了你的钱 给您办不了事 这多不好啊 您这是什么话 这钱事办不成 那也是我孝敬给您的 先说这什么事吧 前几日 您和您的几位兄弟 晚上去我们青帮的 上林仙馆拿东西 我那帮手下也没有个眼力见 居然出手阻拦了几位爷 据说好像还打伤了 死咱 连二 您绕这么大一圈子 不就是想拿回 保险柜里头那账本吗 神机营大总管可言心 果然是个明白人 我知道 那账本朝廷里的大人还有用 不着急 等他们用完了 您就派人替我说一声 什么时候方便了 那账本还给小的就行了 这不好 不好办哪 这不好办哪 不 不着急 我的意思是 等上面都用完了 您就派人知会 我一声我自上门来取 您也知道 那东西它毕竟是青帮的 这烙在了外人的身上 我这心里说什么也不踏实 是 连夜办事果然是有里有面啊 行 那到时候我帮您说两句 那连二就在此 先行谢 活送了 告辞 我签两了 别乱动 我签两了 可以啊 可言心 这趁哥不赞 就做了这么大便满卖 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呀 好 好 问题是 这笔钱咱们怎么分啊 咱们兄弟四个 加上银 一人一千啊 平分呗 那可不行 你们都好好的 就我一个人受得伤 怎么着 我就多分点吧 你这样怎么分 那 就这样 我借过钱 那借过钱 借过钱 借过来 借过来 你们干 放心 我不打你 他去哪儿了 我真不知道 看见他就说我有要紧事找他 你有什么事啊 这个不用你知道 看来这位格格跟咱们家爷杠上了 拉倒吧 看对眼了还差不得 这怎么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了 咱们也可是万花从中过 天也不沾身 你懂什么呀 都跟你说 你懂 就你懂 我懂得可不比你少 我懂得可不比你少 哎呀 这刚回来就我们就走了 是啊 可不可以说 真是 你说 真是啊 真是 这你怎么那么苦啊 特别大呀 哎呀 这好官啊 对 你见过生人吗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 这还有一点火没干 嗯 老婆婆 这是谁家的白事 你是外村来的吧 我来找个朋友 谁家出事了 我们村里的董大人死了 董大人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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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真 你使劲啊你 你使劲 你行不行你 你能不能行 小爷刚才压的你赢 这阿姨可以啊 阿姨自然是要比杨真强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赢他 来来来来 你这也太偏心了 姐愿意 开始 要不咱俩你一遍 不不不不不 你还是跟爷去交交吧 我不跟你别 你放手 放手劲 崇利明怎么还没回来 对了 四三 你昨天去上林前馆的时候 怎么没问问放 谁 谁去上林前馆了呀 怎么 上林前馆又开了 我 我 我 四三 怎么回事 说话 我 我跟那 那个上林前馆怎么回事 你比我熟啊 去去去 胡说什么呢 那 那种地方平时我和我去 都是你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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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林前馆是人青帮的地盘 你有本事疯人 人家就没本事解疯了 这青帮在京城还真是没王法 那你看不惯你有本事凭人家去 你以为我不敢 去 去 这 你俩摆个手腕还没摆完呢 毕叔姐 青帮不是好地方 我赶紧去评论他 行了 行了 你们不会是要当真了吧 敢不敢一起 我 我 我就不了 我不想给番仲添乱 你要去 你自己去 我跟他 你跟他知道 扶不扶 就不扶不行吗 来 你看看 这不是吗 来 来 来 别看 找你 都走了 大人 芳儿姑娘 我有话要问她 请跟小的这边来 大人 您来了 您喝茶 大人 不知您这次大驾光临 您又有何事啊 我找芳儿 好好好 又来找我 崇利明最近来 上林仙馆了吗 崇利明又不是我家的 我还受累替你盯着 芳儿 他上次封了上林仙馆 如今刚开门就来找人 存心找茬啊 你这说的什么胡话 还不赶紧给大人道歉 我又没说错话 道什么歉 你 死丫头 我去找她 大人 大人 您千万息怒啊 大人 大人 崇利明真没来吗 你自己看看 这儿有吗 要不要搜搜 芳儿姑娘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的 我哪敢 我找崇利明是为了公事 希望你不要乱想 您和贝勒爷的事 我可不敢想 崇利明 我 崇利明这几日在京城仿佛消失了一样 你难道不关心他吗 他堂堂一个贝勒爷 我怎么配关心他 他最近在执行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我担心他会遇到什么无测 危险的任务 什么任务 这是个机密 不过你既然关心他 就告诉我 他最近都做了什么 自从 你封了上林仙馆之后 贝勒爷很长时间都没来我这儿了 那之前呢 之前他在你这儿的时候 有没有过什么不一样的举动 你关心他 你觉得呢 自从贝勒爷家出事之后 他的确是每天到我这儿来 每天都很颓废 所以生梦死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不过突然有一天 他精神好了起来 他说要查一个东西 还让我帮忙 查一个东西 让你帮忙 他说 让我不要接客了 把我这个地方 留给他会客用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那后来呢 后来他见了一个人 拿了一本什么起居注册 感觉还没查出来什么呢 你就把这儿给疯了 之后我也就再没见过他了 我真是 你男人 好 我真是 你看 外头头是 这些人 我真是 这些人 这些人 您找谁呀 找人 这位爷 您倒是把话说清楚 您到底找谁 找你们本家主子 董公公 我们这儿没董公公 只有郑四品大员 董大人 您哪 找错地儿了 郑四品大员 什么时候董连海一个太监 就变成董大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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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这 这 这 不错吗 叫你主子赶紧出来 那就 好好好 您请啊 我听说崇利明之前 在您这店里约了不少人 您怎么问这个呀 我和他是朋友 他最近在执行一个危险的任务 始终都没有消息 贝勒也有危险 爷爷 会不会是之前的宫里头 别瞎说 我和他都在神机营共旨 是很要好的朋友 他跟我说 您这里的烧羊肉是京城一绝 还说要出钱 给您在前门开个更大的铺子 您这么说 看来真是贝勒爷的朋友 不然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找他 那我也不瞒您了 前些日子 贝勒爷确实在这儿见了一些人 什么人 大多是宫里的人 他们都说了什么 这个贝勒爷说话我们不方便听啊 不过偶尔也听到一些支言片语 贝勒爷像是要找一位姓董的公公 董公公 行了 你说说 你是谁 小的董孝 什么时候太监都能有儿子了 爷 我虽不是干爹亲生的 但是他带我如亲生骨肉 我问你 他什么时候死的 干爹对老太后情深意重 自从老太后宾天之后 干爹就一直郁郁挂欢 没想到 没过多久就 我 救 他失身呢 我就是想拜祭一下 爷 这人早就埋了呀 是吗 爷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说的这些话 我一句都不相信 你再给我讲的具体点吧 爷 不都和您说了吗 他那天 就靠在床上磕血来着 等人发现 他老人家 就已经嫁喝西去了 爷 您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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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是你吗 是管家大董 小的那天给老爷送药 就发现老爷他 你们请了几个大夫 我们老爷这病 京城的大夫找过 刘良中摸卖新衣几十年了 这还能摸错 他说 村里的郎中也找过 他说 干爹一开始是玄脉 后来是黛脉 就隔壁高家庄的大仙姑 都找来给瞧过 大仙姑可灵了 我们这儿谁有病 都会找他来算一算 没错 福祉是我烧的 大仙姑特别嘱咐过 要获着香灰 就这露水服用才有馅 是 那夜头里 老爷他 非说 非说看到老太后了 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平日里除了吃药 还吃什么呀 干爹平时吃得精细 一切都是专人料理的 是 我们家老爷 总爱吃我的拿手菜 他最爱吃什么呀 那可多了 鲁鱼骨 桂花翅子 还有各种野味 爷 您还有别的事吗 你最擅长做什么 我 我 安蠢 安蠢 行 给我弄两份去 啊 啊什么啊 我饿了 你赶紧赶紧给我去 明白 马上去 可是 没有 好 怎么办 你 神鬼都不怕 这上桩反串 就是为了突破你们心里 性别的障碍 作为艳势番 什么任务都有可能执行 易容调查 跟踪暗杀 很多时候 你们都不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 你以为想变成另一个人那么容易啊 样子不说 关键在于气质的改变 你要打心眼里认同自己 觉得自己就是个女人 你知道这返串最难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什么啊 女生男相 男生 女相 女相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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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们的都记住了吗 拿上东西 练给我看看 快点 走喽 走 走 站好了 我教你们的可还记得 哥哥 咱们是武将 扇子是女儿家拿的 和我学 手眼身法步 走一个 少年圣 圣 圣 圣堡 哥哥 咱们是武将 要拉山榜 战成子武相 这不是温狗平时的姿势吗 我还是哥哥的姿势呢 温狗 身段要手 兰花只要闷 回 念 骂生君也理太差 不 不 不什么 不 不该什么 不 不该 调戏人家 好姑娘 什么好姑娘 好人家 笑 你行 你念啊 姑娘饶命啊 你再学一个 你念是不是 你过来 笑什么你们笑 滚头 出去 老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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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爷 爷 你还没睡呢 那 您有病吗 您大晚上不睡觉 您跑出来吓唬人是吧 我就出来倒个干水 您 您这是干吗的 爷吃撑了 出来溜达溜达 我问你个事 你过来 你知道 董家祖坟在哪儿吗 知道 就在村后边 二里地 村后边 好找吗 好找 从厨房后门出去 就一条路 我认为 我 роб郁 就找这些人 面对 我再让你 咱们 找大水 搅两区 自己的 我们 到这下 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晚上真要刨人祖坟哪 那可是犯大忌呀 拿着去了 我给我举着点 我感觉崇利明在暗自调查一些事情 什么事 好像和先帝驾崩有关 前段时间 他花了大量的工夫 去调查先帝驾崩前几日的吃穿住行 几据注册上记载的 他也都逐向核实 盘闻当事人 看来德琪让崇利明执掌艳势番 果然有调查先帝死因的意思 那我们要不要配合他 他查到什么人没有 据说最后再查董公公 董连海 这董连海倒是个聪明人 自从老太后宾天后 他就告老还乡回老家了 崇利明找他 一样 你不妨也去董连海的老家一趟 看看崇利明到底在不在那儿 如果在他又发现了什么 快点快点 快快快快 快点 跟上 跟上 快快快 跟上 跟上 老爷 小丹就倒过干水 谁知道他来找我 我真是无辜的呀 老爷 您要是全下有灵 你也要是全下有灵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有事 老爷 您找他 别找我 你 爷 他们来了 咱们赶紧走吧 我不挖了 你挖不挖 不挖 不挖你拿着 爷自己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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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回事啊 少爷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想死啊你 联合外人一块 我打死你 是你爬外的东西 你